全世界一般的做法都是有通緝令 希望通緝法能夠早日筆劃歸案 乘之於法 接受這個審訊 這個點才是通緝的目的 都發出通緝令 陳同佳也願意來台自首 台灣卻不肯收 面對這狀況 香港政務司長話說得很酸 不要將一些政治的考量 凌駕法治和定化公義 是十分重要的 台灣方面竟然是不收 這個是匪夷所思的 港府搬出法治公益 說之以理 但法務部堅持要在 司法互助前提下才肯收人 移民署也祭出管制措施 江陳同佳助記不合法登記證 無法搭乘台灣國籍航空 就算改搭其他航空公司來台 順利下機 入境查驗就會被擋下 如果提前掌握搬機資訊 甚至能在他離開機艙前 就原機遣返 你確定他只要上了飛機 到了台灣 除了陳同佳勸說他投案的牧師管浩民 也因為具有北京政協身份 被助記管制不能搭國籍航空來台 法務部移民署布下天羅地網 不讓港方一廂情願把人送到台灣來審判 我們也可以就本案對雙方要如何做後續的處理 可以透過正式的司法部署管道 最終的目的就是不希望殺人犯逍遙法案 針對司法管轄權 台港雙方找不到共識 也讓殺害女友同時掀起反送中抗爭的陳同佳 成了被踢來踢去的司法人球 TB新聞 中文報道